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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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学校的两个高中生 国中之前 没有上过任何体育活动 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老师也会觉得说 你这样做的话 好像我也会怕 担心你做的时候 是不是会受伤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 走完两圈操场三圈 就大概坐在旁边 看人家运动了 我挪动了耳后 因为难免 所以 没有让怒体育的 所以怒体育的 没那么难免 因为我们叫俞罗 所以老阿 安排我到 明天要二兄弟 讲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外面的那样 有容器 它是急速车伤非常严重 我说好 那你每一种都试试看 你不做永远都不会 你做了 说不定产生兴趣 那兴趣大的时候 你的动机来了 你就会想继续做 你的成就感越来越大 因为有抱到我 能帮忙 让我的体力 还有依赖力 都增加了很多 让我比较 不容易冷冰 所以让同学 一样体育的 我没能够到你 让我再让同学 更多的互动 我因为毕业以后 我可以套養的利益 那以来有路易 那一块物理 能当一般的一样 你要来帮我拿 帮我拿好喝 还物母 为我的用心 还有遗忘 肌肉都是萎缩的 都没办法走路跟什么 你要走出校门 难度非常大 如果我的榜脸 能把你训练出 你能走出校门 这也是我人生的 最大挑战 你成功了 我就成功了 喂 服从 我不要顿 哇 有一个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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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我们礼拜三 有一个加强 帮他训练一种 专项的运动 比如说他喜欢这个 我们就把它练得更好 让他以后有一个 运动可以当作一终身的 休闲活动 而不是说他什么都没有办法 参与也没办法做 那我是希望说 除了礼拜六上课 礼拜三就是在专项训练 他某种能力比较好 我们就帮他训练那一种项目 让他可以跟一般生打得差不多 或者比他们好 因为我目标是可以参加比赛 那刚开始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去在乎那个名次 你们在乎是享受比赛 就你去好好的去参与 你高高兴趣去参加比赛 不要不管输赛 输了也没关系 输了我们回来再练 那输了N次 你一定有一次会赢 那时候你就会很开心 我的目的在这里说 让他培养一种兴趣 然后再往高层次的 你要训练 或者是要当选手 那就慢慢慢慢训练 他们可以成为 他们以后的一个特别的运动 这样子 永乐是听障又有一点多重的障碍 刚开始来学桌球的时候 他就是会乱叫乱叫 然后就是不太想学习这样子 有些时候我会在旁边 我觉得永乐你过来 他会乱叫的时候 我会讲永乐你在叫什么 他说哦 怎么样 没关系 那你叫完的时候 可以练习的就跟我讲哦 他就知道哦 好了 老师可以了 那我说好 另外那个老师在教什么动作 我知道哦 知道哦 那好好好做哦 那他就是这样 反复的这样子给他正向的 说哎 你做得很好哦 你这次做得不错哦 哎 打到了 你可以打得到的 就鼓励他 那相对的 那进步就会比较快 现在有一个周姿 跟一个有容器 他们是脊柱车弯非常严重 所以我在想说 啊 我就帮他们去上游泳 两个脊椎车弯 完全没下过水 就让他们下去游泳 第一节课那个女生 说不敢闷气 第一节课他就飘起来了 他妈妈说 怎么可能 我女儿怎么可能 做这种事情 经过我这一两年 跟他们学了之后 家长说 哇 我不晓得女儿 我的儿子可以做这么多的东西 希望体育上体育科老师 人口教育里面 你让小朋友 你在讲解的课程中 你可以试试看看 可以寻求其他的辅具 比如说网拍不行 你用雨球拍 雨球拍不行 你用空气的东西 给他去做 生活东西可以使用得上的 你去少一些辅具来帮他上 你只要让他有一些参与活动 慢慢的他就会产生兴趣 那预留剩下十分钟 那你个别教他怎么做 他可能会更喜欢这些活动 我是建议体育老师的话 可以尝试的是 将心比心去做那些动作 好 好